我和我爱人结婚二十多年了 有两个孩子 我一直带孩子照顾家 家里四口人 就我爱人一个人挣钱 只要我一花钱 他就不乐意 总觉得我大手大脚 可能是嫌我不赚钱 天天因为这事 吵来吵去我收够了 家里就我一个人赚钱 我也不是不让他花钱 就是说啥呢 该花的花 该省的省 不能乱花钱 我赚钱也不容易 还总说我小心眼 那过日不得精打细算吗 有请这对夫妻 有请 郑先生46岁 来自辽宁司机 周女士47岁 来自辽宁农民 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家里有多少地啊 我家有不大土地十多米 这都是您一个人伺候吗 对 都是我一个人 厉害 您您也是司机是吧 对 实际现在就是您不从事种地了 对 我经常不在家 经常不在家 对 开车出去 对对对 行 结婚多少年啊 结婚二十多年了 二十三年吧 有孩子吗 有两个 老大 女孩 二十二 小的十一 男孩 厉害啊 两个孩子压力大 谁压力大 我压力大 你压力大 今天来这儿是要干嘛呀 我就感觉跟他 今年一年没在 一直没出去工作嘛 就是我俩吵架越来越厉害 好 在哪方面的沟通都不 都不协调 嗯 又一想分开的感觉 他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在你看来 感觉我跟他结婚二十多年了吧 我就感觉他对我 没有关心也没有体贴 都是我一再地为他付出 我就觉得他在生活中吧 各方面就有点小气 抠门那种的 他怎么抠啊 您跟我说说 就比如说吧 我那个闺女 她不都二十几岁了吗 你就买个手机吧 她就觉得我女儿 就有点浪费 闺女儿自己有没有工作 我闺女儿就是实习生吧 也就是一个摄影的 一个月挣多少钱 一个月挣两三千吧 两三千 她也是女孩得要个面子吧 当时跟我说了 我也没商量她嘛 我就给我闺女买了 买了之后吧 她知道了 她就跟我说 干啥买那么贵的 有一个电话能用就行呗 就花了多少钱买了个手机啊 花一万 我感觉吧 你说我们家吧 都是农村的 挣的钱挺不容易的 是吧 本身我在外边吧 出车也挺不容易的 你说你给孩子花那么贵 买的手机 如果说我的意思吧 你花三千两千 买就可以了 干啥给他花一万一万 买手机 是吧 因为我们家还有两个孩子 下面还有一个小的 我给小儿子吧 就是补课嘛 然后他就觉得 那一个孩子 谁这么点就补课呀 那你说人全班同学都在补课 那也不能说 再说了我家小儿子学习 还特别地优秀 也不能说看着人家 那个补咱不补吧 他那个太小了 我小儿子太小了 他才十一岁 我感觉吧 五年级 五科也四年级 也没有什么必要 是不是 其实他还得接他送他 接送他不是 咱俩当父母的责任吗 再说了 你说你是总不在家 你在家的时候 你也不说管哪 你曾经你往那儿一躺 你玩手机 那孩子不听话的时候 不听我话的时候 你咋没说呢 你说你别那个啥 别调皮 听你妈妈话 你从来你也没说呀 然后孩子一有事情来 你就说我 这孩子都是你惯的 那你让你管手 你咋不管呢 行 这个上升不到空门啊 这个另外的 特别可爱 他还嫌你什么花钱多了 你说那现在买的一个快递 谁家不是都快递多呀 一求快递你就说我 今天求快递 明天求快递 谁像咱家的快递这么多呀 那你说买的不都是有用的吗 没用的我也不买呀 有必要买的咱就买 没必要买的 咱不需要去买 那买的哪个不是有必要的 哪个不是都是家庭用上的呀 我买的东西不都是为我自己身上的呀 您大概一个月网购花多少钱呀 网购也怕不太多啊 那花个三千两千的吧 是给全家人买是吧 对呀 那不多呀 正常开销啊 他还嫌你什么花钱多了 我爸 不是我家我姐妹四个呢 就是偶尔回家的时候吧 也不是说总回去 也没有那时间回去 我就想嘛 不论多少 父母年龄那么大了嘛 是不是啊 就是买点吃的 或者给两个钱啥的 也是正常的呀 不需要你买太多啊 只要说是心情 再说也被花多钱 有的时候花回来 我父母 我妈还得给我装回来 买点东西还得给我拿回来 花个几百 还偷尔木我塞回来 你说你在你心里就觉得 我又给我父母 给我妈爸妈花钱了 我啥时候不让你买来的 买点东西 给父母买东西是应当的嘛 我也没不让他买呀 买完之后会说是吧 对我也没说 我也没说别的呀 是不是 就起码买到那儿了 说大家伙都能吃到 我也能可以吃到了不嘛 是这个意思吗 再说了 他家姐妹三个呢 谁都比我们家强 大姨姐家三个人 因为三个人都是挣钱 我小姨姐家三个人 两个人挣钱 我们家四个人 就我一人出去挣钱 你说多大的差距 所以压力大嘛 今天我说是 该花的要花 不该花的要省一省 行 我感觉你们家的钱 是不是您在管 是 是我在管 我每月开支都给他 我们得透过现象看本质 他一个月挣多少钱 他一个月挣六七千七八千 一年都是这样 非常稳定 是 差不多 几乎这样 你刚才说 他不是特别关心你 是吧 对 这个是怎么表现出来的呢 我俩过日子都二十多年了吧 就是在生活当中 假如说他躺着 让他睡个觉啥的 然后我都是 或者搭上一件衣服 或者搭上一个小毯子 给他搭在身上 如果他有个头疼感冒了 我从来都是把水 给他拿到跟前去 然后药我也给他放在身边 等要是我的时候 我这个胃不好 而我要是总还胃疼 躺那 要在他的眼里 就是你躺不躺的话 无所谓 跟我就好像又没有关系 就从来对这方面 就是没有关心过我 就我那个男人嘛 我这个比较粗心 那你粗心的话 你也不能说的 就是说你说人常年的 对你怎么的付出的 你不知道吗 那为啥人家为你能付出 你为人家就付出不了呢 我吧过二十多年日子来 虽然说跟我们买这个买那个的 但是为我自己身上 我从来没舍得 你说咱俩要出去逛个街 只要说你喜欢的 咱别说太贵的是不是 花个几百块钱的 你说啥时候我没满足你呀 那咱俩出去逛街 就别说你给我买 你咋没从你嘴里说出过来呢 说的你喜欢啥呀 给你也买 那是衣服鞋的是不是 也给你买吧 那你在你嘴里 我从来没得到过呀 解释 那我也不会表达嘛 我这人就不会表达 你也不知道 二十多年你也不知道我嘛 我也不会没有表达能力 是不是 这钱都交给你了 你就随便买一本 是不是 我问几个问题吧 农村基本是这样的 就是家里的一个 男人出去干活的话 春耕啊秋收都会撂下活去 就开始忙地里的事 这个你也是这样吧 因为我常年不在家嘛 出车嘛 但是你干不干嘛 我不干 总是不干 就农活没干 对没干过 干得很少 都他在家里干 那难怪人家抱怨 春耕秋收都不搭 对对对对 那是挺累 平时我就说他 我说咱那个家吧 就是你的饭店 是你的旅店 你到家了 你住两宿了 你就走了 然后我干得点点滴滴吧 他都觉得 你说啥呢 你看人家谁没干呢 就你干了的 我说那 你说二十多亩地的时候 到秋收了 连隔 带包 带往家了 别说我是女人 就男人 你说你到那大包 一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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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挺累的是不是 这个有没有解释 那我没在家嘛 我在家 我能不帮你干吗 不是那你为啥不在家 没有 我这出货车的 没有时间回来 很少回来也 您一年在家待多少天 最多也就 一个多月两个月吧 所以您的主要任务 就是给这家交钱 对对吧 您的主要任务 就是操除这个家 是吧 刚才那个 一开始的时候说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您说这一年多 他没有出去工作 为什么 就是在家了 矛盾特别多 开村吧 他这就是脚崴了嘛 然后也是有点 别的原因 今年一年 他没出去 就是灌活去 没出去干活去 那你说在家了 我俩那个 就是吵架的时间 就多了吗 毕竟我是女人 是不是爱露 爱磨叨 爱唠叨 那你说人家那男人 都出去挣钱去了 他在家 我家你说 还有孩子上学 负担也挺重点 你说一个月 咱不多挣个吧 你挣个几千 咱也得出去挣去吧 那我因为我多磨叽 他就说我 我就这些年 就今年在家了 你今年在家了 那不是一个月两个月 那是一年的 对不对 你说我说的话 这也是正常的呀 然后他就不接受 为啥 今年吧 手持我这个酒碰了 手道费劲 今年也没出去打工 也没出去干活 你不是开大车吗 开大车 还得自己装车是吧 对对对 行 就一年没有是吧 对对 就今年一年没有 所以心里挺憋屈的 是吧 对我在家里 他看着我就难受嘛 不出一段钱嘛 我这给家里 贡献了二十年了 对吧 对对对 我歇一年有啥不行的 对吧 那我接着再问啊 就是 闺女二十二岁了是吧 对 有谈恋爱吗 谈恋爱是谈恋爱了 谈恋爱 谈恋爱了 我闺女谈恋爱了 她不同意 去年过年的时候 我闺女给她男朋友 带回来了 完了她不给人家见面 跟我闺女气得 气得大过年 我们谁也没过好 为啥呀 不是 我不是说的没待见 我那意思是说 咋的呢 我闺女年龄小嘛 然后我就觉得不到年龄 不是说想让你男孩子不好 还是想让男孩子 没有工作不好 啥的 我就想她年龄小 再说了 她要说带回来 你说到去年是 二十几二十九过年吧 二十八她说的 晚上跟我都 都下午来说得带回来 你说毕竟说 人家来了 我得有个准备吧 我啥准备都没有 突然之间说带回来 那你说那本来 我从我内心 我就不想让她 出这个对象 那来了 我试试我没接见人家 没搭理人家 没接见 对 您接见了吗 我接见了 您亲切的接见 对 人家 女儿把那个男朋友带回来了 带回来了吧 你说人家买了那份东西的东西 是吧 完了他就不见人家 不见人家吧 人家男朋友跟我搭一件 还挺尴尬的 然后撂会儿 他就回去了 回去了上我女儿 然后他 他就跟我女儿 他俩就吵起来了 吵起来 给我女儿也气跑了 明天就过年了嘛 三十人就过年了嘛 然后我闺女就哭了就走了 是不是因为这个事 您们俩有争吵 有争吵 有争吵 你说这话 咱就说 有我女儿吧 就开村那个时候 说得跟男朋友 去来天津工作了 我当时吧 我是不想让她去的 但是女孩子嘛 她有那任性 我也管不了 我非得要说去 非得要说去吧 其实我们农村嘛 也有一个大客车 我当时我就说 让她去送我女儿去 就我们锦州市里嘛 我就去让她送街里去嘛 当时你说家里有车 是不是啊 那你说得 男人说让闺女自己 坐她客车走的 她说那意思 你有客车 十块钱 你就到锦州了 我当时我跟你说 孩子都离开我了 你不知道 我那舍不得 那心情吗 我从来没离开过 我走这么远了 我不是送锦州去 我都想送天津来 那你在你当爹的 你还不但不愿意送 你还说些那些难听的话 然后让闺女自己也哭 我也哭 她说啥呀 她说那那么大了 她就是也啥也不拿 就坐客车就走吧 你说有车没车 就是没有车 我打车 我还想送闺女呢 为啥让你送 你还说 那来回得多少银子钱 你现在银子钱 你咋不想想 我对孩子那感受呢 因为从我们家到锦州吧 五十多公里 我们家门口吧 出我们家门口就有客车 到锦州吧 十块钱 你说我要送她吧 特意送她吧 还得来回 还得自己开车 我还得跑回来 我感觉吧 你说她那么大了 也没有啥可能什么 所以我也没多想 听懂了 不是你多想不多想的事 孩子从小到大 没离开过我 我对孩子那付出 你也不是不知道的 两个孩子 都是我心的肉 头一次离开我这么远 我能放心吗 你一说 你就说我惯着她 我当年有几个大母亲 你也不是对自己孩子 都是那么兴兴鼓舞的付出 为啥你不理解我呢 不哭啊 这个孩子大了 走是很正常的 咱们把孩子养大 不就是为了让孩子离开咱们 没一个父母 是把孩子养大 孩子就守咱一辈子 对吧 不哭 心情可以理解 有没有一种感觉啊 你们家实际上面是 你跟俩娃算是一个家 这是一个交钱 来住旅馆的一个客人 有这感觉吗 就是几乎就是这样嘛 正多年就是这样 是吧 对 所以突然说 这个客人回了家了 变成了主人了 这就有点不适应了 是吧 是的 你们俩以前 大概没为这些事 这么争吵过 对吧 正好 也正好 但是不在家的时候 不说啥 不打坐在家嘛 说话的机会多少 对啊 他看不见呀 他哪知道这个孩子要补课呀 花多少钱 他不知道啊 他哪知道说孩子补课 还得爹妈接送我 他不会烦呢 对吧 对 这大概是个核心吧 是不是他出车那些年 对您来说 这个家的生活还算幸福 是的 所以他的不幸福 来自于你们俩的相守在一起了 是吧 是 我就觉得我这多年 我感觉我家两个孩子 就有母亲 感觉没有父亲 爸 你要这么说就太不公平了 那从来他没付出过啊 没为两个孩子付出过 这就叫看不见 所以我能够理解 能够理解 如果没有这一年 这一年其实来得挺好 如果能再早点来就更好了 这个里面我们看到了 现实中国社会当中 太多家庭的一个写照 因为分工不同 彼此又看不见 因为有了孩子 所以女性把所有的时间精力 全都给了孩子 对 因为所谓的要去挣钱 男人又把很多的精力 投入给了所谓的工作 或者叫挣钱里面 家庭关系到静下来的时候 当孩子成长的时候 有人发现 夫妻变成了陌生人 有人因为工作的变故 突然停下来 发现夫妻之间 怎么那么多的冷漠 其实挺好的 今天您能来挺好的 就是他说不出来 但是他感受得到 我不舒服 我别扭 对吧 对 那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听听老师们的建议 让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博鸿兄 夫妻关系 应该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 应该是一种环环相扣的关系 现在看起来你们夫妻之间 环环都扣不住了 大哥你不能认为 因为你开大车赚钱养家压力大辛苦 家里所有人都像欠你一样的 但你刚才那句话也不厚道 他对家难道真没贡献吗 他真的对这个家没有付出吗 每天疯疯于疑开大车 他就是为了赚这份钱 让家里能过得更好 这就是一个男人对家里的付出 但另外大哥 对家尤其是对妻子 我们不但体谅 应该更看到他对这个家的贡献 如果没有他打理这个家 这个家还会像家吗 所以多看看对方的好 多感谢 对方对这个家的付出 这个家就温暖了 环环就相扣了 谢谢 谢谢伯红兄 李老师 那个我看到一个 就是儿女双全的一兄弟 快把自己混成孤寡了 就是看着你真是儿女双全 女儿22 儿子11 但是你现在越来越在这个家里 变得多余 不管是在经济建设上 你现在你现在不赚钱吗 一年了在家里面休息 还是在感情上 你觉得你的妻子在感情上 你是他必须存在的那个人吗 你最好出去跑车去 你在家还不如你不在家 你在家烦呢 看这不顺眼 看那不顺眼 就是人呀 要是聪明啊 干活得干在别人的眼睛里 您呢 在别人眼睛里看见的都不是干活 都不是奉献 因为你每个月交钱那个动作呀 在生活当中 只是众多动作之一 大家看到的是 你不愿意送我去城里 然后你在家里面不干奴活 我天天看到的是 我的妈妈在田地里捞作 对吗 所以你说 你活都干不到人家眼睛里 慢慢慢慢在感情上 你是一个多余的 在功能上 你是一个多余的 咱不能把自己 往孤家寡人这位置上摆啊 咱多得岁数了 所以呢 我给您的建议 真的不是在出去跑车 咱们得把重心挪在家里面 咱们得做 让家里面认同 我在这家有用的事 什么事情让你妻子认为你有用 天天陪着他干农活 他干八个钟头 你也干八个钟头 从笨手笨脚 到能帮上忙 他就觉得你有用啊 然后呢 你的女儿 儿子看到父亲在帮妈妈 他们慢慢心里 对你 那感觉会变得重新柔软 而不是觉得 嗨 反正你在这家也没什么地位 对吗 重新回到这个家里 少找麻烦 多佩服 把活干在别人眼里 慢慢让这家变得像一个家 这是给您的建议 老师说的很好 来 曹老师 这我觉得过日子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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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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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长期的异地分局 俩人的日子都过独了 已经没有办法再在一起 搭伙过日子 你们俩现在连搭伙都做不到了 你说多可怕这事 就是你们做一个好室友 都做不了了 谁看谁都不顺眼 对 为什么呀 因为每个人都觉得 我为这个家庭付出的多 就是赵轩老师刚才说的 我看不到对方的好 你们现在第一点要学会的是 看见对方的好 在车上能准时去厕所吗 渴了的时候能马上拧开水就喝吗 饿了的时候能马上准点吃饭吗 睡在哪啊 为了省点钱不就睡在车上吗 想想自己老公在外面受的这些苦 咱们哪怕再烦他 也说一句辛苦了 夫妻两个人其实就是一个相互浮软的过程 谁都不要觉得自己是这个家的功臣 因为这个家是两个人相互努力 才能过到今天这样 没有老公在外面这么地打拼 挣那些钱 姑娘是想换手机就换吗 没有老婆在家这么辛苦操持 请问你有家可回吗 你不就一辈子睡在车上了吗 你说你们家就你一个挣钱的 你老婆秋收的时候 那些不是你们家的钱和财吗 那些地不是你们家的财富吗 他不去春耕不去秋收 你们家的地谁管呢 那不是挣钱的吗 所以当一个人如果自私起来 只觉得自己苦 只觉得自己累的话 那这个家就完蛋了 懂了吗 懂 知道 老师 就这样 谢谢盛大师 谢谢老师 你们家的主体收入是他搞清楚 是 我们从收入来说 如果说这是一个合资公司的话 出资人在这儿 具体执行人在这儿 你们俩打翻了 这家怎么弄啊 还折腾个啥呀 不折腾了 没有什么对错是非 没有了 二十三年已经形成模式了 变不了了 我就告诉你变不了怎么变 你跟他跑车去啊 你跟他跑一个月车 你什么话都不说了 地里的活他知道 苦不苦他心里有数 你跟他跑一个月车 你试试 你跟他跑一个月车 你试试 别那那这这 咱不那那这这 不是我也知道跑车也辛苦啊 那辛苦归辛苦啊 那你你也对我也得有关心呢 所以这不是互动吗 你要想未来过好 多参与点家庭事务 参与是什么 老婆让干啥就干啥 就完了 唠个好就完了 因为本来这二十三年婚姻 如果我们以标准的 家庭婚姻的方式来考验的话 或者拿个放大镜来放的话 这婚姻早就名存实亡了嘛 你算吧 二十三年一年两个月嘛 你们在一起的时间 待在一起的时间 两三年嘛 两三年是个什么概念 二十三年西市 到两三年里面 两个人根本没有什么感情 靠什么维系的呀 有一点你们很厉害 这个男人厉害你也很厉害 爱早没了就靠责任 我是这孩子的爹 这是我老婆 我开车我要把钱交给她 这是娃她爸回来了 我得伺候她 我是娃她妈弟弟的婆婆 我得干 你们活得已经超出了很多人了 还有啥不知足的 现在要这干嘛 不要了 二十三年都没要 想要重新来过 愿意吗 别抱怨 大家都看得出来 你们家你就是主星谷 你得带着他边 对吧 火车跑得快 全靠车头带 你家里的车头啊 骄啊 没了 您自己看着办 您是要做一个聪明的妻子 还是做一个愚蠢的妻子 您自己看 让我们一起进入 192就要爱真情六十秒 在这个23年里 我也感觉我做得挺不对的 以后我会改变吧 老公 其实 后来这会儿 我心里边是一直对你是一种埋怨 但是今天 各位老师也都给咱说得很明白 思路也挺清晰 在咱俩还有后半生几十年吧 我也多多理解 把你去理解 本孩子方面呢 我也要是正确去领导吧 引导他们 不要就是对他们特别的念 以后就看老婆咋对你表现吧 我天 来 请亮灯 你看人家多聪明 要不然能23年把这男人变成一个挣钱机器呢 而且还给人要洗出门去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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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好 特别好 如果这是发自内心的真的想明白 我相信你们家庭一定会幸福 因为其实说白了 一个家庭到底幸不幸福好不好 跟那个家庭的女主人的关系太大了 她用什么方式带着这个家走 谢谢两位 请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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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栏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 0223606301 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报名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小心被骗 来吧 预测一下 确实您说一个家庭的和谐 夫妻的温暖 多看看对方的好 多说说对方的好 一切都好了 刚才立刻眼泪就下来了 她老公一说 你等着吧 接下来看老婆怎么对你吧 然后唰 眼泪下来了 我天哪 这么多年没这待遇 我在这边看不见她哭 她哭了 其实俩人没什么大问题 她就是别扭吧 对 就是老是觉得自己苦 对方感受不到 其实有时候把话点透了 但是你仔细想 确实俩人都特苦 对 你真比不出来哪个更苦 十几亩地 俩娃 跑长舞都特别苦 有时候一点就透 一点就透 对 我是觉得 聪明 我是觉得这个女人 真的是个聪明的女人 她不蠢呢 她也不傻呢 你看她在舞台上听完 咱们说完以后 马上立刻 很少有人能立刻在舞台上 那个60秒就能说出这样的话 这个女人是个聪明女人 日子能过好 肯定能过好 看她们如何再相见吧 来 请开门 开始 来 请开门 开不过去 来一起见证 属于她们的浪漫师 和各位请见证 起亮灯 行了 祝你们幸福 好好过日子 好好带着你们家人 往幸福奔 好吗 谢谢师傅老师 谢谢 谢谢 请回 请回